大家好 我是羅好之 我手上拿的這個就是 小朋友不牙齒吃的糖果 你們家公主今天想要坐在她的 公主寶座上面陪我錄影 所以我今天就坐在地上錄 雖然有一點狼狽 但是也是另外一種畫面 你知道 親子之間的畫面 先輸入一下我的密碼 OK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話題是 認成文 我今天準備了幾樣東西 就是我在懷孕的時候 關於認成文這個話題 以這方面的努力 大家也知道我之前有拍了一個小影片 就是關於如何簡單做母乳這個影片 影片的話我再把連結貼在下面 如果還沒有看過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很簡單的做母乳罩的方式 那我為什麼突然要講認成文這個話題 其實是因為 怎麼了 就是生完BOBO過後 還是會有很多看過我做母乳罩的媽媽 影片的那些媽咪 他們會問我一些關於生小孩 會產生的一些問題 媽媽 那七個是不是 這個一歲半以後才可以吃 如果你們有買的話也可以 就是你們家寶貝想要吃零食 不想要給他們吃甜的零食 可以買這種對牙齒好的 有一點甜味的 它不知道是不是怎麼樣的甜味 就是它這個是水泥桃口味的 可是它好像不是真的甜 可是呢 就是我想說吃了也OK啦 一天不要吃超過三粒就好了 剛剛已經給他吃兩粒了 所以待會還有一粒的扣打 OK我現在繼續講 就是有一些媽媽會問我問題說 就是 你有沒有生完小孩有認成文的問題 其實認成文這個東西呢 會產生有很多因素 一方面大家最常說的就是異傳 你的姐姐妹妹媽媽有的話 可能你會有的幾率基本上是80% 可是很神奇的 我的姐姐妹妹有 我媽媽也有 我沒有 那我就覺得那是不是 我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有一些幫助 那我今天就要來分享給大家 這個原因就是可能 媽媽你自己本身 太年輕生小孩 然後呢 你的習慣不怎麼好 可能你會喝酒啊 或者是懷孕的時候 你的體重腰圍變化實在真的太大了 這個你也沒辦法控制 因為你為了生小孩也沒辦法 還有就是你的血中的維生素C不足 已經第三顆都不能再給了 OK我剛剛廢話講到哪 就是血中的維生素C不足 水分不足 你太不喜歡喝水了 都有可能會造成你有認成文 其實我覺得這都是一些很小的因素 所以平常的生活習慣好 這是最重要的 第三個就是你的寶寶真的太巨大了 我覺得生小孩真的就是自然就好 不用刻意養胎 把寶寶養太大 對自己沒有任何的太多好處 不要聽老人家說 寶寶就是要多大 然後聽別人講說 寶寶在肚子裡面大一點 生出來好涼啊 其實我覺得就是 你真的常吃 然後呢食量你不要刻意控制 可是當然你也不要抱你抱食 寶寶如果真的太大 超過醫生給你的建議的話 你就真的會比較不好生 那你就只好破腹了 我是覺得不用刻意的養胎 對不對小公主 他出生的時候2680 我還算OK好生 我覺得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我覺得就是感谢主 好現在要講的就是 如何預防韌成文的產生 第一個就是呢 在適當的年紀生小孩子 當然韌成文也有人說 太年輕生 反而會造成你的膠原蛋白 或者是彈力蛋白延展性不夠 太年輕生喔 仔細聽是太年輕生 所以會導致你會有韌成文 所以有些人說 你35歲 他想要再吃耶 剛剛第三口罩我先給他了 所以有人說你超過35歲 生比較不會有韌成文 可是你就變成高齡產婦了 所以呢 你有一毫沒兩毫 還不如就是正常 在28歲左右生小孩是最OK的 25歲以下容易膠原蛋白跟 彈力蛋白不足造成 你會有韌成文的機率變高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你要補充溫素C 多喝水 然後呢 寶寶不要養太大 基本上就是 比較不會容易 有韌成文 當然還有一個偏方 人家說 練腹肌 你的肚子的彈力 就是肌力是夠的 然後延展性是夠的 其實這個我也不知道是準還不準 我覺得就是 我生小孩之前 因為肚子是有一些肌肉的 可是我就沒有韌成文產生 我不知道這跟平常喜歡運動有沒有關係 這個我不知道有沒有醫學根據 不過有人跟我說 肚子有一點肌肉呢 你產生韌成文的機率也會降低 好啦 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生小孩的時候 我在使用的就是 跟韌成文相關的產品 第一個就是這個 我生小孩的全程使用了 兩條 這個叫做平泰秀 給大家看 那我為什麼會用這個呢 就是有姐妹用過 推薦給我覺得不錯 那我當然就相信啦 因為我是第一胎 也沒什麼經驗 那我塗了兩條 我覺得它的好處是在於 它好吸收 不會黏膩 這是我覺得非常重要 至少我擦在我的腰上 我不會覺得黏膩又黏又癢 因為我皮膚其實很過敏 它不會又黏又癢 那它唯一我覺得 我覺得比較 讓我覺得很酷的地方 就是它 既然有一點些微的就是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涼涼的 可是它不會是刺鼻不舒服的 就是聞起來是OK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我生小孩的階段用了這一瓶 還沒有用完 所以我全程就是只有擦這兩種 這個是百洛悠悠 那這個的話是我在 度蜜月的時候在德國買的 那時候同團 同團的人跟我說這個很有用 叫我如果要生小孩的話 你要吃不行 你手上還有一個 你先吃完你手上這一顆才可以 同團的人有夫妻跟我說 他們要買這個 因為他們回去就要準備生小孩了 所以 我買了幾瓶 那我生小孩的階段就是用了這一瓶 那我使用的習慣就是呢 我晚上洗澡完會用這個 那早上呢我會去游泳 游泳完也是要洗澡的 我就會擦這個 因為呢我的皮膚還是需要有點滋潤 可是我上班時間我不想要整身黏黏的 那加上這個很容易沾到東西 所以它就是偏油 那不喜歡太油的話 我建議可以選擇其他產品 那我個人就是使用這個 品牌秀 這個還可以拿來擦臉 就是我有時候去游泳忘記擦 我也記得帶到那個臉的乳液 可是有帶洗澡用具 我還拿這個擦臉 我都不用怕 它好像就是一些 有生態啊一些相關抗老的一些東西 然後又可以美白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啦 推薦給大家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不要說推薦好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自己在生小孩的階段 有使用的一些認成產品 認成紋 不是只有肚子才有 胸部也會有 因為你生小孩 懷孕的時候 胸部也會突然變大 所以這個呢 也可以拿來擦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你 容易產生認成紋的地方 就是下腹部 突然稱很大 大概在懷孕 我記得是比較後階段 突然肚子像吹氣球一樣 撐大的時候 你一定不能鬆懈 每天都要擦 然後呢 這些產品都不是只有你肚子 變大的時候才擦 它還平平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維持它的一些滋潤 因為你的認成紋 就是因為突然擴大 然後你的彈力蛋白 跟膠原蛋白的延展性不夠 它突然撐大 就跟生長紋 肥胖紋 你會產生生長 生長紋 肥胖紋 都是因為這幾個原因 過來這邊 要拍得到才可以 你在那邊只有聲音而已啊 快點我們一起說拜拜 拜拜 過來 這裡才看得到你啊 過來過來 過來了 過來 好啦 我女兒太難控制了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囉 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小經驗 今天到這邊拜拜